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个要注意的不要站太后面 接近床沿 你对下去那个指尖是对床沿 这样就可以了 好 这两个站没有问题了之后 我们才开始来审核我们的工具 第二个我们要用的一样用手肘 但这一次手肘的拿法是掌心向内 我们来示范给大家看 一定要蹲下来 工具拿出来 如果还要往下沉 那你的脚一定要往外张开 这样整个身体才能够往下沉 也就是我们的下盘整个就往下沉下来 绝对不要揉了然后屁股翘起来 不是这样而是沉下来 好 那这样你的手肘对着是你的下巴 然后这一边的角度会稍微大于90度 这个是正确的 太直不好按推 一定要稍微大于90度 这里有一点点斜斜的 这样比较好按推 我们再来示范 一般容易犯错的 第一个脚张太开 那你身体就不容易往下沉了 就会变这样 然后一直用手的力量 第二个站太后面也不行 你即便站得与肩同宽 但是站太后面这样下去 你那个脚就不容易微蹲了 然后屁股自然就会翘起来 从后面看几乎就是平的 这也是容易犯错 那再来一定要微蹲 不微蹲的话 你也没办法做 这时候你只有揉表皮而已 因为这里肉多 你要揉到深层 势必一定要蹲 而且脚还要往外张开 这样才有办法沉下去 把身体沉下去 如果你不蹲就是这样揉 那如果蹲了 然后把腿往外张开 整个身体就会往下沉 那这样力量就出来了 然后还有人在按推的时候工具 本身就是一般用腰的这样揉法 也不对 这个也揉不出来 这个也要注意一下 再来还有容易犯错就是上半身的姿势 第一个揉剑椎的时候 我们称为他胸 他整个就下来了 这个距离太短 整个胸就塌下去 那怎么样才不是按他胸呢 你这里一定要有一个距离 所以整个身体就要拱胸 这样就可以做出来 另外还会犯错的就是 他不是下盘张开 他是怎么样 他靠腰以为他这样就可以身体下来 然后可以用力 这个也是错 因为你下盘没有蹲下去 那这个身体下去 那个叫塌腰 也没有力量 也是揉表层 所以你第一个 你一定要把腿扳开之后 然后真的身体往下沉 而不是靠身体塌腰 那这样就能够做出来 所以塌胸做不出来 塌腰也做不出来 这两个都是最容易犯错的 这样算不算屁股蹲下去 不算 所以以后遇到这样都淘汰了 他这里就没有蹲 所以他没有沉 他那个力量是进不去的 所以你看形式 几乎就他能做到几分 你已经都可以预测了 这个是做不出来的 那如果他做得出来 除非他很壮 然后是用蛮力 但患者也不舒服 那我的整个胎骨是沉下来的 那你们如果以前的习惯 是这样的话 屁股翘起来 然后上半身下去 然后埋头苦干行的 那个肯定都是不行的 头一直没有起来的 那肯定是屁股都翘起来了 那这个一定要有一个怎么样 他还是 因为你沉下去这里就宽了 那这样力量才能施展出来